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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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us眼睛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度уб显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用脂肪弹 把这个班杖打到7决以后 可以接一个聚合 然后加一个 处决 然后是 然后下面是 下面是 按照顺序走下来啊 这非常的好打 如果有朋友的特别会用防反的话 其实用防反打起来更快啊 就是防反以后 然后普攻一下 然后接一个聚合 然后再一个处决 然后卡个起身 砍三刀 基本上一套 能打大棒关系啊 这个 是阴阳术呢 这个也非常简单啊 好 先把这个火鬼头 一套带走 然后出来这个直接 不用管其他的只好 直接就把他砍死 然后剩下这两个就随便打一打 然后剩下这两个就随便打一打 哎呀 在这里呢不能恢复体力啊 我们还中了一个混沌 混沌状态啊 我们没关系 天狗的话就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有一阳术啊 上一个减速服 然后上一个雷雷弹 这个雷弹非常厉害 基本上两发就可以 打出一个闪电的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砍两刀直接就 啊就进入到这个混乱状态啊 这个时候只要你体力够开一直砍的啊 这个时候只要你体力够开一直砍的啊 我就是随便砍一砍 那能不能完全还手不了啊 啊一套带走啊非常的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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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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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就是先打那个独眼鬼啊 把这个火 就是那个火头 鬼火 红色的鬼火打死以后就去 啊不管其他的 这个鬼火把独眼鬼 这些一套带走啊 啊 那的话 再打这个 剑蚕易如啊 这个也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跟打 啊就是过忍者 那个差不多啊 唯一就是缺少的道具啊 因为我们用的太刀 太刀技能的话 有这个防反非常的好打啊 我们可以用防反 也可以随随便便砍砍啊 随便砍一砍基本上就能过了 啊 用防反是最好打的 啊 这招防满 呦 没体力了啊 非常的危险 啊 好 这个 绝合 然后插一箭 啊 这一下就半管血啊 再卡个起身 啊 卡起身 一般能卡三刀的啊 刚才我是这个 嗯 没有卡好 啊 啊这招如果第一次没有没有防反住的话 就就立马啊 啊 就这个闪避一下 不然的话会一桃帮你带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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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后故随他出招啊 啊 打三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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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接一个 想去刚才想去一个聚合 接错了 我没关系啊 随便打一打一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出招 啊 基本上就是 没有体力就可以一套把他带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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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一敲啊 啊 啊 杀一下啊 再卡一个起身 啊 卡起身 如果角度卡卡的比较正的话能看三刀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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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了一个赤高树啊 天狗西的赤高树 就是用这个防反完了以后普攻打落地 然后在背后一个聚合聚合完了以后插一件 然后呃 卡起身砍三刀啊 去翻上这一套啊 能打到大半管的雪啊 嗯 好的啊 啊 我们下面的话是 双刀 还是 啊 下面是双刀啊 双刀的话 就 需要用这个 用这个技巧啊 就是 啊 这一招 啊 这招这个要领的话 就是在踢出脚了一瞬间 然后再按下中攻击 然后打法的话 就是压制打 闪避 闪避他的攻击 但是要按住防御闪避 按住防御闪避的好处就是 你如果没有闪避过去 然后被攻击到了 还是会被防御到的 总是就是按住防御闪避 要去一下 卡一个起身 去一下角度非常正 这些打了一套半啊 砍了四刀 就是这个游戏的设定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 非常正的后背去 打到这个打到就是打到这种人形 人形NPC的话 就他是不能第一时间防御的 就像这样 如果是其他角度的话 他在中了第一刀的时候 就可以防御 但是在非常正的这种角度的话 他是无法防御的 我们就一直压制的打 我们就一直压制的打 把他的体力控制的非常的少啊 呦 又起来了 十字斩 插一道 打个起身 带走 也非常的简单啊 重点的话就是压制 然后把他体力压到没有 然后用普攻打打倒在地 再切一个十字斩 完了以后再切上这个处决 就是追击啊 就是地上插的那一件啊 下面的话是 下面是这个 下面好像是 镰刀上 下面是长枪 长枪呢 非常的简单啊 长枪 只用一招啊 只用一招就可以把这个 就可以把电脑制服了啊 只用一招就可以把这个 制服了啊 就是这招长枪中断的正攻击啊 长枪中断的重攻击啊 看一下 也是加持 啊 啊 就不停的戳啊 戳到他没体力了 然后上去打一套 把他打倒 啊 好 然后插一下 卡一个起身啊 打三下 好的 啊 因为我没有这个加这个 长枪的属性点啊 关于长枪的属性点跟这个 跟这个 跟这个 跟长枪的技能啊 不需要加技能啊 直接就就戳啊 好 啊 啊 这 用这个不太好 这个 伤害没有 在那个打倒以后 接一个 接一个追击啊 就是处决能力 这个 伤害 伤害多啊 但是没关系啊 嗯 嗯 啊 卡一个起身 啊 就注意啊 一旦中了他的 攻击啊 第一时间一定要按防御啊 哎呦 喝个药 喝个药 喝个药啊 我把你先 嗯 嗯 嗯 要把这个距离把握得好啊 基本上是在四个身位左右啊 嗯 嗯 这四个身位 然后你出枪啊 不停的戳 嗯 他也学会了啊 嗯 哦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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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了一点点 啊 不过没关系 啊 哼 就了 不停在戳 很简单 下面的话是斧头 斧头我们 留到 我们留到最后 斧头算是 比较难的 因为斧头这个武器 确实非常难用 个人觉得是 比较弱的一把武器 然后 不要 不要有人肯定 会讲了斧头 其实很好用 只是你这个 玩家操作不好 其实没有这回事 如果有人这么说的话 你可以等到 开了PK模式 你不要用台刀也不要用上刀 用斧头跟别人PK 好吧 我们先看这个镰刀 镰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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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镰刀的话 把他的攻击 闪到这个走前方 然后回头摸一下 对啊 然后用这个三角正攻击 对 一旦打到这个正背后 就可以打一套 就像刚才那个伤害啊 但是 压制别人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个 经历条 一定要把自己经历 控制好 不然的话 就会被 呃 就会被 就会被 宝斯直接一个 处决带走 嗯 我们比这个 巴斯唯一的优势是 我们的闪币消耗了精力特别的少 所以说是摁着这个 防御 防御甲闪避啊 摁住防御 然后去闪避的话 就非常的这个有优势 即使闪避不了 还可以防住啊 正背后啊 拿一套 自己的水 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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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出 桥 好 如果学了技能的话 不用想我打的这么累啊 如果学了技能的话 可以用这个 他有一招这个向前翻滚的这个技能 直接可以用各种模型啊 无伤模型 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卡一个骑身啊 打了两套 我是蓝的起点啊 这个这个游戏起点以后再加点 确实非常的麻烦 本身就没有这个镰刀的技能啊 硬杆过去 就是按住防御 然后闪避他的攻击啊 过来用这个轻攻击的 就是下段攻击的轻攻击啊 过来蹭他血啊 打法就是这样的 非常的简单 你看我现在 现在我一个药还没有吃啊 他就已经快要死了 我再卡一个骑身 直接一套带走啊 非常的简单 就是这招啊 用这招的话 认车啊 可以无伤啊 把这个怪物其实是可以赖死的啊 具体操作我就不用讲了 因为非常简单 就是走位啊 跟这个长枪那一样保持距离 然后发动这招就行了 我是没有学这个 因为就是除了被动技能啊 就学了几个他这个被动技能 剩下这些镰刀技能是没有学的啊 所以说只能用这个普攻平A 但是也是非常的好过啊 非常的轻松 这是下段啊 然后下段的重攻击啊 对 他其实闪避 闪避以后你紧接着一个这个攻击的话 他这个攻击动作是不一样的啊 这可能大家都知道啊 当然也可能有朋友不知道啊 下面的话 下面的话就是比较难的 嗯 那我们到的下一期讲吧 下面剩下一个大锤 跟这个真正的忍者 就是打这个啊 盛小姐姐 还有这个 嗯 一个协调者的一个人物啊 嗯 到下一期再讲 好 嗯 这期的话就先到这里啊 下一期的话讲上三个难点啊 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啊 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